你这家伙终于发现了 淡仔拟人的重要性 不过这活动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啊 又剩最后一天了 这不淡仔的拟人时代也是到来了 王一也是举办了淡仔肖像绘画 各大玩家层出不穷 一张校园插画 直接把我带入懵懵懂懂的青春里 还有小情侣两听歌 这路程和时间也是恩爱的表现呀 把次元现实版恋爱 就对我敢办办的啊 就连两个人的新婚图都有了 请达达收下我的膝盖吧 这太让人羡慕了 已经想象到他们婚后的生活了 Q萌版画风作者们也不在话下 水母来来 北极兔卢米等等 这位大大的制作也是非常惊喜 色彩搭配也让人看着书星 纵说小只 我是芬衣厂喜欢白毛帅哥的 你们快出出俺家汤圆 白毛好看 秀气 想把他点回家呀 还有这两副叶破将军作品 这两位作者真的太牛了 帅哥呀 我的大帅哥 真的太好看了吧 宝子们 我真的对这种次元人物 毫无抵抗力呀 在这活动当中 给大家看看我认为超级强的几副作品 简直强到可怕 首先是这个精灵利斯尔 第一次看到很完整的全身绘画 如果加上背景就更完美了 第二张也是精灵利斯尔 但是画风看起来比较雍暗 唯美妆透露着心实悲伤 也是令我震惊 第三张露西 绘画了露西的两个性格 恶魔与天使形成对立 也是非常好看啊 再来看看上个赛系的小鲨鱼 这两位作者 一个小孩版 一个成熟版 两个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怎么能画这么好啊 所以你学学人家 什么时候你也能自己画个脸啊 让大家看看眼 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国潮少女巫童 真的绝了挑多天公啊 我都想又来当手机壁纸了 感觉人物整体都在发光 还有这两位作者绘画的青蓝 一个圆皮一个染色款 怪我文化太低 请在夸人作品只会说好看 该活动投票就剩今天一天了 大家赶紧为你喜欢的作品投票啊 这里不只有单角色女人 甚至还有蛋仔女人全家福 蛋光龙赛季的全家福 云光冰雪赛季的全家福 会画的都很精彩 甚至连你想看的一些冷门皮肤CP 有些作者大大也会画出来了 所以宝子们 就剩一天了赶紧投票吧